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多达349例 也创下了5年来的新高 上周还有一名12岁的女童并发了脑炎往生 所以提醒家长呢 这一波流感就要是以H1N1为主 H1N1的病毒呢 容易引发脑炎 如果您的孩子突然发生抽搐 意识不清 或者是突如其来的大哄大叫 应该都是脑炎的警讯 最好就要赶快就医治疗 台北市联合医院和平院区 这个月10号爆发A型流感群聚感染 28号一名82岁患者并发重症死黄 流感病毒肆虐 提醒家长要特别留意 因为从去年10月进入流感季后 接连发生两起孩童感染流感并发脑炎死黄 机关署最新公布 在上一周又新增了一名个案 发病后短短三天就往生 A型H1N1事实上是比较容易侵犯脑部 特别在小朋友引起这个严重的脑炎 那如果一旦引起这个严重脑炎的话呢 往往就会有这种意识昏迷 然后有全身抽搐 甚至有随便大吼大叫这些前驱的症状 这一波流感病毒以H1N1为主 截至目前流感重症已经有349例 因应春节期间 民众难来北往 恐怕会加速病毒扩散 全台有154家医疗院所 在廉价期间增设泪流感门诊 弹变浓 呼吸困难 喘 胸口痛 或者是家属发现说 这个病人的意识有改变 甚至是血压变低的这个情形 那我们比较希望说 这类型的病人 应该要到大型医院 设备比较齐全的这些院所来处理 一时提醒民众如果有感冒前兆 可以先到住家附近诊所就诊 筛检 别急着到大医院挂急诊 除了不浪费医疗资源 也能降低感染风险 大爱新闻 女士生李建宽 台北报道 同样是来关心医疗议题 国内医界统计就分析 年轻人因为耳鸣 罹患脑流的几率 比起一般人还要高 医师就提醒 如果民众发声的耳鸣 是像心跳一样有搏动感 最好还是要赶紧到医院来检查治疗 医疗团队最新研究发现 年轻人耳鸣有可能是 脑中长肿瘤的前兆 耳鸣的患者 未来发生脑流的机会 在良性是1.65倍 也就是增加了65% 那恶性的脑流 就是恶性的脑癌部分 就是1.66倍 也就是说我们耳鸣的患者 真的会增加良性跟恶性的脑流的机会 研究显示 在2001年至2012年期间 台湾地区大于20岁的民众 听神经瘤的年发生率 大约是每10万人 约2.66人得病 换算全国2300万人 一年大约有611名新发个案 女性发生率比男性稍高 年轻人的话 基本上不容易耳鸣 这时候如果你有耳鸣 如果你是处于搏动感的 像心跳一样 你就要小心 是不是脑子里面长血管瘤 医师提醒 当耳鸣超过一周没有好 或有睡眠障碍者 应就医检查 平时应避免抽烟 喝酒 远离电磁坡等 以减少得脑流的机会 大爱新闻 现明方林欣宏 嘉义大林报导 国内长期推广器捐 不过去年的器捐人数 是7年来首次的负成长 要透过数字带您来看 统计近5年的器捐人数 2014年还有223人 这人数是逐年攀升 到了2017年是达到了最高峰 有339人 但是在去年是瞬间少了12月 而所以健保署打算 要从3月开始推出新制 只要医院完成了器捐的案例 就能获得奖励金 希望能透过这样的方式 来增加器捐的成功率 警车一路民敌紧急开道 把握黄金时间 将器捐器官送到医院 但根据健保署统计 2018年器捐人数327人 比起前年少了12位 更是7年来首度倒退 健保署为了提升器官捐赠人数 打算提供奖励金补助 等于每完成一例器官捐赠 医院至少能获得1万点的奖励金 而统计全台等候器官移植的病人 截至29号上午 一共有9663人 又以肾脏移植等待人数最多 健保署也打算对于赶在3个月内 完成肾脏患者活体移植手术的医院 给予5万点奖励金 多方鼓励想尽办法在现实条件下 尽可能增加器官成功率 我们捐赠的器官收到年龄 还有捐赠着身体条件的限制 有时候他有这个心意 但是不一定没用 这是蛮刺激的状况 现实的状况还是第一个 有没有这样的捐赠者 另外健保署也开放无心跳器权 艾滋感染者护捐器官 以及三等轻内有移植优先权等多项措施 积极拓展器官来源 为等待移植患者 带来多一点重生曙光 大海新闻 杨远茨 李明华 台北报道 今天国际上发生了哪些大事 接下来60秒的时间 要带您一览天下事 美中贸易交火战场之一 华为案有了最新进展 美国司法部正式起诉 华为财务长孟晚舟 加拿大也证实美方要求引渡 孟晚舟的律师批评 她不该成为中美关系的原制 正值美中贸易最新一回合的谈判 华为案的进展时机相当敏感 全球暖化竟然和肥胖也有关联 刺客征肥胖委员会最新研究就警告 肥胖营养不良 和气候变迁是目前全世界的三大威胁 而这些都和垃圾加工食品 和饮食息息相关 再加上生产和配送时燃烧的化石燃料 造成了气候变迁 科学家更呼吁政府要正视问题 来防范对地球带来的冲击 英国最新研究发现 利用基因改造的基 可以产下增强人体免疫的救命鸡蛋 这些鸡蛋的成分 可以用来治疗部分癌症 比起目前市面上的药物相对便宜 不仅能降低成本加速制成 更能够增加产量 如果大规模的应用 还能够造福更多病患 委内瑞拉总统闹双包 这事件是持续延烧 美国政府就宣布 对于委内瑞拉国营石油公司 要祭出制裁 就是要逼宫获得军方支持的马杜洛政府 要让以石油为主的晶圆军队 没有了办法取得资金 不过美方的制裁 恐怕会影响国内的民生经济 加剧人道危机 也引发了各界的关注 权众上街示威游行 警民爆发激烈冲突 而这全都是因为 委内瑞拉总统闹双包 为迫使马杜洛交出政权 美国对石油公司祭出制裁 为了要让获得军方支援的 马杜洛政府屈服 因此白宫决定先断绝军方井脉 从作为军方长期贪污来源的 石油公司下手 虽然美国企业 可以继续向美国买石油 但资金必须存放到 马杜洛政权无法取得的账户中 身为美国最大的油料买主 美国的制裁是否冲击 早已凋敝的民生 也是关注焦点 通货膨胀 而且有钱可能也买不起东西 根据官方数据 美国去年通膨率高达130万 至少300万人被迫逃离家园 长年的政治动荡 加上近期的两个总统僵局 恐怕让委内瑞拉人到危机 持续升高 大爱新闻综合编译 农烈春节即将到来 此季志工前往中国大陆北京 门头宫的四家水村 来关怀生活比较辛苦的长辈 至宫还送上了大命和暖心祝福 虽然很老大心里特温暖 大冬天的给咱们困着老人来入户 给咱们送温暖 这个给你送福来了 好 好 好 过年了过来看望一下 照了 我想真是这么照顾的人 同样的问候语 相似的祝福话 传遍一家又一家 今天一个小客户 谢谢啊 好 感谢您啊 来 看您 多大岁不算您今天 八十多 八十九了 八十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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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不错 真不错 真棒 爷子你们照着 感恩您 这是一个敬思语 心中有爱 来 祝福您啊 遇上聋哑人士心意相通 胜过手遇 身体好啊 是不是 对对对 我们刚刚到这儿来之前 在路边有一大铁人在砍树 其实呢我们这次来 走过其他的老人家庭啊 跟他不相干 但是他仍然在我们走过去呢 非常感谢您嘛 他在那儿 非常感谢您嘛 说了好几声 就是让我们 就是说 当我们怀着一颗 很善良的系统 在团地温暖的时候 他们也能感觉到 暖从此端到彼端 至常的是心意 是行动 大新闻 真善美之工吴根君 北京报道 3C产品已经是生活必需品 不过现在就有民众投诉 他花了4000多块钱 在网拍上买了一个名牌喇叭 没有想到呢 却是收到山寨品 这卖家不但没有提供 退货的管道 也没有办法取得联系 而这样的案件呢 层出不穷 现在销机会和标检局 就抽烟市面贩售的桌上型喇叭 结果呢 就有三成的比例 是不符合规定 当中还有五件商品 都有零组件 没有办法比对的问题 零组件的比对 那主要是说 我们在检验的部分 我们会要求厂商 他必须要检附相关的一些资料 那唯一的差别在于就是说 他的里面使用的一些 零件 可能跟原来登陆的产品 是不符合的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必须要依照 我们的商品检验法 要求他去做一个下架回收改善 针对零组件不合格的商品 标检局已经依法开罚 也要求业者要全面下架回收 而为了避免出现价格 和英职不一的商品 所以建议民众在购买之前 最好选择附有商品检验标示 以及有保固服务的产品 免出后续的消费纠纷 年节到来 不少民众已经开始在进行居家大扫除 环保署呢 就配合今年的国家清洁周 邀请了家事达人 要来教民众是如何利用橘子皮 来制作环保清洁剂 年关将近 婆婆妈妈来到年货大街 采买过年商品 但回到家 还得面对大扫除之关 家中的这些东西 让主妇们觉得清扫起来最棘手 冰箱微波炉 那个臭烟烟机 蘸油屋的地方 就是瓦斯炉这一种 上面的那个臭油烟机 最困扰 就要去买很多那种洗剂来处理 随着环保意识抬头 清洁用品越天然 民众越放心 知道有点点脏脏的 我们先把它敷上来 先敷上来 喷一下顽墙污垢三两下说拜拜 家事达人教大家 简单做出环保清洁剂 无论是微波炉 或是电冰箱的开关胶条 都能靠它变干净 一般我们这个橘子皮的清洁剂 我们通常会比较用到是重油污的部分 所以厨房方面的清洁是比较最轻松的 最适合的 尤其是像我们的排油烟机 我们的油网 还有我们的厨房炒菜 瓦斯炉前面的墙壁面 其实都非常适合用到我们的橘子皮的清洁剂 大家有看到我们的酸肉用了很多的盒子 告别杂乱冰箱 把菜分类方便拿 食物不超过八分满 才能让冷空气循环 提升冷藏效率 只要利用简单小秘诀 过年也能轻松打扫煤负担 大家新闻贩售一件原集台北报导 想要对抗空污 国内最新研究就发现 这植物过滤空气的效果 远远超过空气清淨机 如果这室内有种植盆栽的话 这空污浓度比一般环境相差了1.29倍 邓医师提醒 这植物要避免光直接照射 否则会引发光化反应 反而会产生更多的臭氧 汽机车呼啸而过 排出大量废气 天空也一片灰蒙蒙 台湾一份最新空污报告 去年臭氧浓度前5名分别是 潮州 林园 浦里 新店和谷亭 值得注意的是 新店和谷亭虽然在北部 却连续3年挤进前5名 显示全台都不能轻忽空污威胁 北一大最新研究也发现 如果在室内种植盆栽 空污浓度至少能下降22% 黄金阁跟护卫兰 原理上都是属于半日照的植物的部分 减少它跟阳光日照的一些情形 第二个在温度上也会有影响的部分 所以其实在控制30度温度以下 这些植物其实能减少臭氧的产生 特别强调要选择 适合在阴凉环境生存的半日照植物 是因为一旦室内温度超过30度 植物再碰上阳光就会产生光化反应 反而使臭氧浓度高于没有放盆栽的家庭 因此控制室温避免阳光曝晒盆栽 才能真正降低臭氧危害 让我们的呼吸道的平滑肌开始不正常的收缩 那这个就是一种类似像气喘这样的一个反应 因为小孩就算他没有气喘 因为他的呼吸系统还在发育过程当中 他也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 医师也提醒办公室内的裂表肌 影印机印刷过程也会产生高浓度臭氧 提醒民众将机器放在通风处 使用时别靠太近 远离空无威胁 大海新闻 杨韵慈 李明华 台北报道 印尼金光集团的创办人黄以聪 这个月26号在雅加达的家中辞世 享受97岁 生前曾以120亿美元的身家 成为了印尼首富 跨足四大产业的他 有一个另一个终身不退的志向 就是乐善好施 多年来了他邀约旗下的员工 来参与各项议诊访式等慈善行动 证言上人今天在志工早会上 特别赞叹这一位大事业家 白手起家 富甲天下 是一位财富和仁德兼备的富中富贵人 真诚的大爱才有信力 有信力 这些出钱出力 都是自愿心甘情愿的 中文字幕志愿下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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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年 就是在那樣的社會裡 就是有一波的 在印法之間的 所以社會動盪不安 也來問說 他用什麼方法 我就說 唯有愛能消滅災難 撫平傷痕 就這樣 他就開始了 真正地富裕人人 金光之團所有人 我閉著眼睛 多手去做 我既然同意高興 說來救印尼民眾 那麼我們不來處理 所以處理 我們自己也要預先做這 也要做 大家才做 做才高興 對 工作才做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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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寶七世 本身是 全程的基督教頭 那樣的齊行共赤念 他說 這麼大的事業 假如有同樣的理念 作為這樣大事業的管理方式 還可以這個事業呢 就可以福利人間 事業呢 還用在慈善的 人間 這呢 這都是他的最期待 這一個集團 他投入慈濟來咯 他已經呢 會員已經百多萬人了 這就是呢 如何給員工的有生機 還要給員工們呢 引導他們 向善的方向 有錢就是用地 那個先 這為印尼 創造了整個印尼社會的奇蹟 我們所賜的 穿的 住的 我們都說大眾 他們賜給我們的 他們幫給我們的 所以我們付錢 所以我們什麼來回報呢 那麼你財富多了 錢不帶去 不帶去 給留下子孫 好的子孫 不需要你的錢 你錢多給他 他可能變好 變壞 變人頭 在沒有到老的時候 我所有 這個慈善 有人要幫忙的 這個要做 我不多講 我是做中油的 彈起中油 我閉著眼睛 我也會做了 那如果講做慈善呢 的做法呢 當然是慈濟啦 所以我說跟著就對了 黃老其實真的是 對印尼的貢獻很大 在我的心目中呢 也是我很尊敬的長者 他也是愛護了我 我提出的每一件事 他都認為 要做可做 還要真實做 印尼一群大企業家 也是因為黃一聰老其實 一身作者 所以呢 能這樣的和和腹血 很不簡單 97歲啦 他的觀念正確 他這一生啊 真是多才多姿 這樣的一位長者 他是富兒有足夠的人德 是人德的富中富貴人 在捷克舉辦了一年一度的雪橋大賽 選手們是在阿爾卑斯山上挑戰300公里的刺激路程 新聞最後就要帶您一起來看 感謝您收看這一集的大愛全球新聞 我們再會 晚安